雖然人家覺得我很多朋友 然後我朋友很多 但是我常常會擔心 這座朋友為什麼這樣 那個朋友為什麼這樣 然後這座朋友又怎樣 我會希望大家跟我都是最好的 歡迎來到 那些家長不知道的事 教育問題請來行 好 今天的單元是 老師我想問 那我們請到了兩位老師 第一位是生殖教育學師今年的 曾老師 你好 第二位是我們具有心理學專業背景的 冰老師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珍珍 那今天的信件呢 是由冰老師所搜集到的 中和的家媽媽 她說想冒昧請問老師一個問題 她的女兒最近國一 班上要去做校外教學了 那出發的之前 老師就告訴班上的同學說 兩個小朋友為一組 她女兒也有很期待這件事 這校外教學以前應該都超級期待 我也很期待 跟她朋友先約定好了 就我們同一組 結果 出發前一周 她女兒就發現她的朋友就是 跑去跟別人 同一組了 她就超級無敵傷心 然後一直回家 一直跟我抗議就是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一直哭 心都碎了 她的女兒的煩惱是說啦 她不知道以後上學 要怎麼去面對這個朋友 那這個媽媽也不是反對 她女兒做轉學這個決定 只是覺得 現在國中生的交友環境有點複雜 但也不知道 這樣贊成她女兒轉學是好的嗎 就是她也是蠻困惑的 她也不想要她女兒繼續被受欺負 如果妳們是那一個女同學 妳們是那個當事人 妳們會怎麼做呢 如果出發之前遇到校外教學 我覺得會不會清楚耶 我沒有辦法耶 可是我就真的有切身經驗 就是那時候我本來要同一組 然後後來我就只能去跟另外一個 我沒那麼熟的女生同一組 那就有一個所有的男生在那邊嘛 就不會像以前那麼好 以前那時候年輕不懂事 會跟身邊的朋友去抱怨說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做呢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排擠 然後也不直接告訴我原因 就會很穩虛 但是當下也沒有決定要去做轉學 因為 妳還有家朋友 妳也沒有意識到 我還有其他Fam這件事情 真的 妳在那個當下 妳的小世界不會想很多 嗯 對 妳只會Focus在眼前 欸 不是說好 我同一組 為什麼妳要臨時這樣子換 就是 然後妳也沒有跟我講一聲這樣 可是妳當下不會轉學 妳就是會 就是默默的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默默的 在那心裡 就是對那群人就是大叉叉這樣子 我那時候是因為落單被排擠 邊緣 所以我很想轉學 對 那那時候我跟我母親講 媽 我想轉學 那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到現在印象深刻 她說 媽媽 她跟我說媽 媽 她說兒子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妳這個想法 可是妳先告訴我 為什麼妳有這個想法 那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 嗯 對啊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其實我不知道 很多時候的孩子 是為了逃避 衝動 對 衝動性的 我只是想逃避 她也想不到什麼 我就是一個小小腦袋 我才剛12歲啊 對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好像 那個是我唯一可以解決的 對 我認為那是我唯一能解決的出入 我想去上學 但其實就 我可能沒有想過的是 原來還有其他條路可以走 我以前 我有提到我被霸凌的經驗 所以從那個開始 我是 八面玲瓏 然後四海為家 我到處交朋友 但是我到處都很敏感 所以我那時候 八面玲瓏 對 就是我是一個很焦慮型的 交友狀態 雖然 人家覺得 噢我很多朋友 然後我 我朋友很多 但是 我常常會擔心 這個朋友為什麼這樣 那個朋友為什麼這樣 然後這個朋友又怎樣 我會希望大家跟我都是最好的 為我這種狀況產生 焦慮什麼 焦慮這個朋友今天跟你很好 可是哪天背後偷你一刀嗎 嗯 就是有些不明他的行為 不跟你同一組 可能聽到他要出去 結果他沒有找我 沒約你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說 到底是怎樣 對 我就想是不是我跟他不好 還是他看我不爽 怎樣之類的 然後他就想比較多 我甚至有時候 那時候 比較年輕的時候 會直接問他 嗯 然後就會 有愛生恨 這個東西就是隨著 時機慢慢成長 才去明白 這是一個人生的畢竟過程 但是那時候 很難去 把這個自己看開 對啊 家庭的愛有關係嗎 我覺得 會 我覺得缺乏啊 家庭支持來講 你就會去外面抓 多一點東西 那就抓得比較輕一點 那在外面 如果在外面外顯 這個地方特別多 我就代表他在家裡缺這個東西 其實 我覺得家長是要觀察啦 嗯 這是潛意識的部分嘛 就像我嫌 可能也不會知道我自己缺什麼 對 但是你會這樣 對你會潛意識自己去抓 就是 哦 你沒有去思考 因為思考比較有意識嘛 你的潛意識自然就會去找你少 類似潛意識抓粥嗎 就是 剛剛缺乏 他擠要 某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要嘛昇華 要嘛就是 朝下 對 他會非常極端的 啊我屬於昇華的類型 對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是 你被激發狼性了 屬於就是比較 比較寒的 比較 裡面 然後他就會把自己關起來 這種類型的人也蠻多的 心理學上有對這個 有什麼定義 或是 所謂的平衡機制 就是天生的就對了 缺乏了家庭的支持 那其實就會從其他支持去獲得 比如像愛情的支持啊 或是 同儕的支持啊 就會從其他地方去抓 人還是需要愛的層面 只是你要去 你要從哪一個關係獲得這樣 那我們回歸到這封信的情境 假設那個女生 對我一開始答應你 好 可是他後面或許有他的一些其他考量 所以他選擇變同儒 他也沒有真心的討厭對方 嗯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認知的差異 認知 原因是因為這個孩子 他因為這個學生沒有跟他同組 所以他非常 care的身體 代表他把 對方擺來是一個 很好 很好的一個位置 對對對 可是對方 應該沒有把他擺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導致他 心理的平衡機制崩塌了 所以因此他 呈現 所謂不滿情緒 甚至想要逃避 跟他聊價值觀吧 挖出問題去解決 讓他先學會接受 而不是用一個所謂的情緒上面的直接拒絕 或是轉學 或是 呃 所謂的反抗 可能就是要跟他聊聊這一點就是 那我們有沒有先了解一下 當時有跟那個誰誰誰講好了 那你們是 到底是不是誤會啦 是怎麼約的 對 哦 你們都約好是那一天 我們一起去參加活動是不是 那你們有約好時間地點嗎 還是他已經 認定到下一次的活動 我們在一起去呢 深度的確認起來 對啊 確定是不是 原來是 你沒有跟他講好時間 那的確 那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落差 那如果真的都 真的都是講好的 接下來可以跟他聊價值觀就是 那也沒關係啊 說不定他本身有他其他在考量啊 對不對 反正下一次 我們就確定都約好 我相信他下一次就不會再發生了 給他一些價值觀的建立 對 不然的話 其實像出來外面的社會 他就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認知落差 後面回歸到對風氣 就是給各個爸爸媽媽的建議 就是家庭的愛是真的很重要的 有一個支撐 這個支撐面呢 對 像胡椒爽一樣 又適當的那個暖心度 好 那我們剛剛也都有聊到了嘛 那些適當的跟孩子說 愛你喔 加油 Fighting 對 這個都可以給他一些動力 我們現在成立頻道以來 也一直不斷在跟各個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聊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 關係就像一件衣服啦 那每個人的衣櫃裡面 都有所謂的舊衣服 但是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突然變胖了 變瘦了 穿不下 而把他丟棄 我們要去接受 這曾經過去的喜歡 因為沒有過去的自己 也沒有現在的我們 不是斷舊衣服嗎 哈哈哈 你剛剛講舊衣服 突然把你們接謊了 你知道 這邊好心靈心夯喔 我要下線了 他剛剛已經等出了 對啊 舊衣服 明明怎麼突然又跑到這個 他說上一個觀念給他斷舊 你下一個觀念要斷 風格啦 哎唷 很難說回來 我覺得這期節目好難結束 今天的老師我想 聊得非常的開心 好 我們是 那些家長不知道的事 是 歡迎各位家長把你們的煩惱呢 繼續寄信給我們 那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四 晚上八點再見囉 拜拜